记者黄文于台南报道,卡鲁台风外围环流与东北风交互作用下,全台多处地方下雨成灾,南部牡丹水库也已进行调节性放水,台南水晴已转绿灯,水晴烧紧,这次努卡台风气象局预估不会为台南带来较大雨量,只有零星降雨,对台南水晴没有帮助。 目前增稳水库的蓄水量约6×4,又值二级座宏灌期间,南水局说二级座宏灌到11月初,若持续未降雨,灌溉涨水将是重要关键,灌溉期是正常公关,在宁深用水部分,目标是年底前稳定供水,再以明年降雨随时调整。 气象局说,卡武台风离台台湾较远,加上东北季风墙,台风走后也不像夏季会有西南气流带来雨水,加上台南再被封面,不意为台南带来显著降雨。 目前提供农业灌溉的增稳水库,有效蓄水量约28932万立方米,蓄水率约62%,54%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